姐姐 你别这样说 老爷有担忧 都是为了你好 你这样 老爷心里会伤心的 贱人 我的事情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见尹夫人如此恶行 尹长顺当即就气得不行 就要为唐氏出头 尹夫人恶狠狠地瞪来 这凶狠愤怒的眼神 让尹长顺倒嘴地化验了回去 你要护着这个贱人 我懒得说你 可你要真把我逼急了 我也不介意告你一桩 毕竟还没合理 我就还是你尹长顺的正气 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我想要她死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 尹长顺气得血气上涌 老爷 你别生气 姐姐总有一天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不要我管就算了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尹长顺一甩手 转身就走 唐氏弱弱地看了一眼尹夫人 转身追出去了 尹夫人身色有些受伤 每次都是这样 唐氏的手段很拙练 但对老爷来说 每次都受用 丫鬟上前给尹夫人顺了顺后背 夫人 您别生气 您要多想一想小姐 您就是太匠了 不会和老爷服软 你们都下去吧 要她服软 那不就是要她朝着一个姨娘低头吗 而这几件事根本不是服不服软 一个姨娘心不安分 她想要的是这正妻职位 抱歉 让你们见笑了 吴老头神色平淡 这又什么 她见得多了 见惯不怪 苏小璐微微一笑摇摇头 吴大夫 我要把这孩子娶出来 什么时候能娶 丫头 你来说 尹夫人愣了愣 苏小璐对尹夫人微微一笑 夫人 你的身体不好 这件事不能着急 我给你开几副药 你先吃着休养五天 五天后 我为你开副娶子 你 尹夫人露出怀疑之色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能让一个小孩子来做呢 你没听错 是我徒弟来医治你 苏小璐小孩的模样 实在是没有说服力 尹夫人露出了愁色 苏小璐拿出针袋来 她问尹夫人 夫人听说过鸣鼓神医吗 自然是听说过 我得了这病 四处寻医听说过的 人们都说 鸣鼓神医医术超凡 阎王要谁三更死 鸣鼓可留之五更 难道你们就是神医 吴老头高傲地哼了一声 啊 夫人猜得没错 鸣鼓神医说的是我师父 但我也不差哦 别看我年纪小 其实我早已经出师了 夫人这病对我来说不困难的 尹夫人背着重大的消息惊住 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苏小璐取出细针来 甜甜一笑 夫人 我先给你扎几针 缓解一下腰间的痛处吧 她也看不见 不由地问 你开始扎了吗 已经扎了好几针了 等会儿你就会感觉到几倍暖和